天还没亮 纳玛和玛丽拉志工默黑出发 地震后这条从市区通往灾区的路 志工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这条路就是我们这一星期以来 看灾每天都要经过的路 每天都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 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种灾区 菲律宾明达纳尔岛10月份发生多次强症 此际志工在灾后启动吉南就助级看灾 并在10号进行大型发放 包括图鲁南镇和麦格瑟瑟镇的 2080个受灾家庭 我这一天很幸福 人们很幸福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面子 有些人在哭 不是因为他们很悲哀 但因为他们在哭 因为因为幸福 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帮助 他们认为我们只会租资鸡 然后鸡上鸡有布袋 有钱 所以它是不同的 当他们回来 我认为他们会不会忘记 你感觉很幸福吗 当然 我感觉很幸福 是的 谢谢 谢谢 Sushi 发放现场除了慈激志工 还有因参与纳毛医疗展的大龄慈愿团队 脱下白袍的院长及副院长 体会亲手不失的喜悦 其实你心里如果开心就不会疼 尤其是看到大家 受到我们物资的效忠 我们心里也很开心 所以没感觉疼 把物资亲自叫到受灾户手中 看到他们脸上的笑 不少志工也深受感染 蔡总这边呢 我们有合作的关系 他拉动了身边的很多人 参加这个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也很珍惜这次机会 能够到这边来 希望也能够带动身边的人一起 来到慈激 来到灾区 为大家敬爱心 由于这次发放的物资 除了大米和毛毯外 还有一份依照加户人口数 给予的祝福金 负责处理这庞大金额的 菲律宾首都银行人员 也成为聚工行列的一员 我们很幸福 我们有机会 把我们的服务 给基金 支付基金 支付基金 会给他们一个机会 再次有更好的生活 会及众人爱心的地震灾后发放 让无家可归的受灾居民 看见了重建家园的希望 也拥有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力量 大海新闻 菲律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